這個份量已經足夠我們吃100天 我真的覺得它逆靈的效果很顯著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早前介紹了一種物質 可以幫我們逆靈 可以幫我們修補受損的細胞 衰老了細胞 那個物質叫做NMMN 這個物質原來我再研究清楚 其實它不是很新的東西 只是我猜流寡聞 原來很多不同品牌都會推出NMM的補充劑 開始很多人問 究竟我們每天吃多少呢 吃多少劑量才適合呢 又或者不吃會不會有副作用 比有吃更差呢 這些我再研究過 但現在我又找到另一種 這個是日本劑的 白冰肌之前我們介紹過一些可以用來塗臉 連創傷性皮膚都沒問題 這個白冰肌的品牌是日本製的 這個NMM的膠囊不是粉 這個是膠囊 裡面一瓶就有100粒 發財了 其實每天吃1-2粒就足夠了 所以這個份量已經足夠我們吃100日 但怎樣看呢 原來國際有規定 如果生產NMM的補充劑 是需要標明多少MG 通常NMM有一個抹液 一萬或者幾萬 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整瓶整個packing 含量有多少NMM 即是白冰肌這個系列 會有15000MG的NMM 你又要幻化成的 每一粒有多少MG 有100粒在這裏 即是每一粒有150個MG 之前我們介紹的品牌 會是300MG 一條300MG 所以如果你想吃同樣的份量 可能就要吃兩粒 NMM是用來做什麼 先重溫 吃起來是沒有作用的 但會激發我們身體刺激 生產NAD Plus NAD Plus這東西就有用了 NAD Plus這東西 就會生產出來 多一點 令我們可以像做完運動一樣 逆回靈抗衰老 因為受自由基受損的細胞 都可以修補 但是平時我們吃飯 吃東西都會有的 所以不需要完全靠補充 所以我的見解就是 平時如果你有吃西蘭花 或者很保養 甚至有做運動 你就可以不用吃那麼多 吃完之後 其實我真的覺得 它那個逆靈的效果 其實是好顯著 精神狀態 還有能量 體力 甚至所有那些 感覺上 你會跟以前很累的 自己是很不同的 停了會不會有副作用 是沒有的 因為這是補充 補充你 刺激做NAD Plus 有一點等於平時做運動 做運動會刺激你 做了很多NAD Plus 停了一段時間做運動 當然你會肥 最多不會刺激那麼多NAD Plus 但不會令你加速衰老 我自己是這樣的 例如我平時吃的那種粉 我會是300mg 我覺得300mg也夠 也很有趣 吃多了也沒有用 吃多了也不會死 有一點像燕磨 燕磨也是 所以如果外面在慢斷那些地方 如果有得買 你看到NMN 都可以留意的 就是它的數字 這個數字有多少 你會衡量自己吃多少 但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就是整瓶 提到一次 到底吃多少 大概有關 1kg 就是8mg的NMN 這個也是新的產品 白兵機 你看它的單價好像比較貴 但你幻化一下 自己幻化一下 這裡有100粒 之前那一套是30枝 這裡三個月份量有多 或者是兩三個月 你要這樣看 你不要這樣看價錢 你就要決定買哪一款 而且最重要是自己對哪個品牌有信心 之前那一款我吃完後 已經很明顯看到效果 現在開始吃了 這個開始試這個 我每天吃了兩粒 我吃了四次 大家去考慮一下